评书快餐 民国军阀演义 吴佩孚第九讲 前文书啊 我们说到吴佩孚在四川 在四川这儿 吴佩孚等待着东山 在起样 观看着时局 他在这儿寺外 拉拢一些当地的军阀 结党营丝 准备举起大旗 可是蒋介石呢 对这个吴佩孚始终是不放心 他知道这个吴佩孚 不是平凡之辈 故而他曾几次下通缉令 抓这吴佩孚 但都没有成功 毕竟是四川 当地的军阀 对吴佩孚加以保护 念其旧情啊 这蒋介石抓不到这吴佩孚 一看这吴佩孚受到地方的保护 他就采取了另外一个策略 准备拉拢这吴佩孚 因为现在的蒋介石正在准备中原大战 他怕这吴佩孚跑到冯玉祥 阎西山李宗仁那边去 说这是怎么事 这个就是在中国民国史上有名的中原大战 那么现在呢 这个冯玉祥跟这蒋介石又造翻了 这个中原大战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 1930年3月 阎西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方合作 由阎西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冯玉祥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共同反对蒋介石 4月份起呀 双方共100多万军队在东起山东 西至相环 南到长沙 北到河北 数千里的战线是混战 8月份 阎西山和冯玉祥联合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 在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9月份成立了北平国民政府 推着阎西山位主席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同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 以调停为名 带领部队进入了山海关 占领了平均 战局是急转之下 11月份 阎西山冯玉祥部队失败 公路湖南的李宗仁贵君也急退回广西 北平国民政府随意就垮台了 在中原大干之后 蒋介石决定与吴佩孚是加强联系 把他拉到自己的一边 蒋介石对的吴佩孚也是极其仰慕的 希望吴佩孚到南方去 还准备聘解吴佩孚为国民党政府高级顾问 1931年蒋介石亲自拍了一封电报给吴佩孚 约请吴佩孚到南京和他会晤 并说在西湖为他准备好的行人欢迎他常住 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吴佩孚前来 则表示吴佩孚已归顺了他 蒋介石就可以利用吴佩孚的余威号召北方 同时也可以就近监视吴佩孚的活动 吴佩孚当然更有心计 他也知道他如果去南京就等于向蒋介石投降 吴佩孚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他自己有自己的计划 他什么计划 他计划到北方去图大叶 但他又不知道蒋介石会不会让他到北方去 他染珠一转记上心来 来了这么一个将计就计 他表面上回电同意东下 实际上是准备北上来了个明修战道 暗渡称仓 吴佩孚为了进一步迷惑了蒋介石 他给这四川流香 发电报告诉他东下的路线 而实际上他的路线是借到川北到西北 然后再到北京 吴佩孚拿着游览川北的借口 准备北上 这吴佩孚啊 就到了成都 在这成都啊住了十天 为了减少影响 他不谈政治 以免节外生枝啊 在参加成都各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他绝少谈国内形势 批评他人 而是公开的谈观音长 谈岳飞 谈项羽 还谈慈善等等等等 实际上吴佩孚在游览当中 在宴会当中 已安排好了他的计划 吴佩孚在游览贯线的时候 准备通过贯线 经偏僻小道到甘南 吴佩孚的先遣队早已出发 吴佩孚在做好这些的同时 还给他在上海的代表大电报 要他转告蒋介石 说自己啊游信正浓 要推迟东夏 最后 这吴佩孚经贯线文川 显州松藩过草地 到达甘肃的吴洞 他出川计划完成以后 这吴佩孚把这脸 吵下来了 把这话就变了 这吴佩孚就说了 鸟兽不可于同寻 这吴佩孚拒绝前往南京 与蒋介石是通流合污 另外还有一点 说这吴佩孚为什么不跟蒋介石站在一起 蒋介石的不抗日 这个吴佩孚是不满意的 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中国 是绝对的不满 吴佩孚到达北京后 他首先就责问这个市值张学良 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人 现在的东北啊 已然被日本占了 这张学良看了一眼吴佩孚 也挺吓人啊 为啥说市值呢 因为这吴佩孚不跟这张作霖磕头吗 所以啊 他管这张学良就市值 为什么你不抵抗呢 你好几十万关东兵 没放一枪的就跑到关内 把大好的东北就交给了日本人 你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日本人占了你的家园 杀死了你一帝 我说你 谁告诉你不放枪 你简直是无耻 把这张学良给大骂几棍 张学良还解释 这是命令 这是蒋伟园长的命令 屁命令 吴佩孚真吉把茶壶都拽了 他往前迈了一步 告诉张学良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 东三省都被日本人站了 还抱什么不抵抗主意 父兄之仇不共待天 贾王的身恨大齿 比父兄之仇更大得多 也能做事 是可忍 说不可忍 你说我吴佩孚 活了这么大把子年纪啊 我第一次听说狗屁 什么不抵抗主义的贵问 这是谁出去搜我主意 太损了 敢张学良啊 就给这吴佩孚又解释一顿 可你必定到北京 吴佩孚一想也别多说别的了 没地方住 怎么办呢 那还得依靠张学良 张学良 看在这是老前辈的面上 跟父亲磕头啊 另外吴佩孚的威望也大 就给吴佩孚安排了住地 每个月啊 给拿出一定的钱 就供给这吴佩孚 养活吧 那么里展各地的旧军阀 也纷纷打电报问候 有不少老相识 也都打电报的问候 这活着倒是可以 也挺轻松 吃喝都不愁 不过的国难当头 确实是吴佩孚心机一样 作为一个军人 在这点上 吴佩孚是可敬的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新华战争 由于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 华北国土大片沦陷 日本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 每占领一个地区 就搜络一些汉奸建立伪政权 在华北地区 日本先后成立了一些魁蕾组织 日本政府考虑到这吴佩孚 曾是赤掌风云显赫一时的人物 他的影响力比较大 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 对于他们侵华会有极其的好处 因此啊 就想把这吴佩孚 他们想拉过来 为此还下费的苦心 做了一番努力 早在1923年 日本特务头子土飞员 曾到过洛阳 在军事上拉了吴佩孚 他主动提出 要给吴佩孚一些援助 1927年 吴佩孚兵败退军四川后 日本一个海军少将 到四川向吴表示 愿意给他十万支步枪 两千艇机枪 捐款一百万 并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 但吴佩孚一铺脑袋 没有接受这些东西 日本大局侵华之后 也加快的拉入吴佩孚的速度 吴佩孚后来在北京啊 这个经济上就比较难了 日本人看准这一点 就先从经济上拉入吴佩孚 日本派钱特务 给这吴佩孚拿出几十万 勾结吴佩孚的亲信 资助吴佩孚的生活 而且呢 反是这些钱呢 都是日本人拿的 华北的一些傀儡政权 也遵照日本主子的吩咐 聘请吴佩孚做他们的特高顾问 并给他每月四千元的车马费 吴佩孚啊 倒是收了他们送的一些车马费 最后啊 这日本就派出一特务 此人叫大破通真啊 这大破通真啊 就找到吴佩佩 要请他出山 哦 要我出山啊 可是眼前这局势也不明朗了 嗯 那我怎么答复人家 我花人钱了 常年说的好 花人钱财 余人消灾 人家说要我出山 你说我能不说 不除不除 怎么出怎么出 我绝对不能出 不出 这玩意得罪人家 人家再不给拿钱 这想半天 最后啊 这吴佩孚就开始 入手八道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正研究军教啊 我研究一些啊 隔身沙瓦 能冲上九霄云脉 你不知道吧 我现在呢 练了一种咒 我的咒语可以避弹 避弹 我能防弹 不管什么弹 打得我身上 我跟你说穿不透 而且我这绳子往空中一扔 我那么飞机拽起来 明白 竟谈一些热 把这特务啊 谈懵了 你琢磨怎么 这神经病怎么的 不但谈热 一会儿就谈这佛事 谈道事 反正就不谈出去的事 弄得这派的这代表啊 大破通真啊 哭笑不得 那么最后呢 这个日本用经济方法 拉入吴佩孚 没有成功 那么这个大破通真失败之后 这个日本间接投入土肥元贤二 亲自登场 拉入吴佩孚 土肥元呢 是有名的中国通啊 他从1913年起 就以外交官的身份 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 1931年任日本驻 奉田特务机关长 积极策划九一把事变 在东北成立满洲国 就是他策划的结果 在华北成立委政府 也是他的杰作 这土肥元一想就凭我 这本领 凭我这七十二变 凭我手中金箍棒棒 把七十二动动动 我能打个妖精 我打不趴去 吴佩孚 我几个回后就把你拉过来 这土肥元觉得自己有两下子 他三次拜见吴佩孚 第一次见吴佩孚的时候 几乎尽于哀求的态度 请吴佩孚出山 你出山吧 救救我们日本吧 这吴佩孚一听这是人话吗 吴佩孚乐乐 不远不应的说呀 我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 还能救你们日本人吗 话不投机 这土肥元只好推出去了 第二次土肥元见吴佩孚时 请吴调停中日和平 这吴佩孚表面上答应 但接着他提出了条件 说只要日本天皇和我国政府双方打电报 要我出任调停 我一定照办 这个土肥元办不到 第三次呢 土肥元见吴佩孚时 请吴出山 吴佩孚我就说 如果要我出山 就请日本退出中国 退出东北 这句话 弄得土肥元脑子嗡一下子 这能答应这条件吗 这土肥元的计划也就失败了 反这么说吧 这个日本人啊 拉拢这吴佩孚 可真下着力气的 这钱也花了不少 人也动用了不少 可是吴佩孚就是没有答应日本人 说吴佩孚为什么不愿意和日本合作 这里头啊 除了他在青年时候 他看到了日本的暴行 这个对他有影响 除了这个之外 在抗战开始后 全国抗日形势高涨 国际反法西斯运动 蓬勃发展 对他也有不小的影响 所以吴佩孚认为 小日本不会打赢战争 自己若投靠了日本 就会落个汉奸的臭名 作为保读师叔的吴佩孚 是绝不愿意这样做的 但人日本人啊 后来又加大了力度争取吴佩孚 吴佩孚后来啊表面上同意 但又提出了三个条件 成立新政府 必须得以我为首 不论是北平或者南京 得画出一个势力范围交给我管 新政府的军事实权 得我管 这个条件就等于抛弃了汪精卫 但日本人考虑到这个吴佩孚的重要性 也就答应了这些条件 这吴佩孚见此情景啊 又把这条件挂 升格了 又提高了一步 必须全权交给我吴佩孚 日军撤出山海关 组建由我吴佩孚指挥的三十万军队 三个条件 吴佩孚提出的三个条件 是很高的 他估计日本人呢 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若日本人拒绝 也就正和我意 不同日本人合作 这个条件实际上 是拒绝和日本人合作的条件 日本人当然不会接受 因为如果接受了 那就意味着日本人要放弃 华北的利益 那么吴佩孚呢 始终就没有答应 跟日本人合作 这条件整这么高 日本人一看这也合作不下去 那么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呢 日本侵略者虽然派了许多人物来劝缩吴佩孚 光花的费用就三千万了 但是始终被吴佩孚的能柔能刚的策略下 日本的烟包是一个一个的失败 最后而日本也决心放弃吴佩孚 把重点转向汪精烈 但是这日本人呢 就有点恨这吴佩孚了 这钱没少花 人没少去 没少说话 哎 这老家伙就是不干 中国有句俗语啊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复 这话一点不讲 1939年11月24日 这吴佩孚啊 中午就要吃饺子 家人就赶紧给包着饺子 结果吃饺子 吃到第二个的时候 这饺子馅里头有个骨头渣子 卡进他的牙缝里 他镶了一个金牙 正好这骨头渣子就插着这金牙绍上 憋进去了 这牙龈呢 很快就肿了起来 这吴佩孚啊 疼痛难忍啊 一股人腮帮子 家人就赶紧请了一个日本医生 这医生就拿出一个钳子来 就给这吴佩孚把这个牙拔掉 赶紧医生走了 结果吴佩孚这败尔达脸呢 都肿了起来 而且说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这浑身就忽冷忽热 家里人又请了一名叫郭梅辰的中医来治 也没事好 这吴佩孚的脸呢 越来越肿 肿得很厉害 连水啊都喝不进去了 喉咙也发炎 精神也恍惚 家里人又请了德国医生诊断 德国医生主张啊 赶紧把他送到德国医院 否则就生命危险 但德国医院呢 是在宗教名乡 就好像是租界 吴佩孚不愿意去 他曾说过 我不入租界 1939年12月4日 是吴佩孚有病的第十天 就在这一天啊 华北的大汉奸旗舰员 川本大作和日本医生 士田一起来到吴佩孚的家 要给这吴看病 他们到吴佩孚的住处以后 把吴佩孚的副官弄出屋外 给吴佩孚检查了一下 要给吴佩孚开刀 而且告诉吴佩孚的棋子 这日本医生啊 医术高明你就放心吧 就由这日本医生 给做的手术 做完手术 这几个人就走了 可是只打做完手术 吴佩孚就人事不省 一直是昏昏沉沉 处在昏迷状态 到晚上 吴佩孚是一声长叹 死了 吴佩孚的死是个谜 当时各国新闻界 都揣测吴佩孚的死因 都派出记者 采访有关人员 但都没有结果 有人说是日本人干的 有人说是伪政府干的 有人说是重庆国民党政府 害怕吴佩孚重新出山 因此花重金买了杀手 杀掉了吴佩孚 等等原因 是是非非 你你他他 成了千古之迷啊 那么吴佩孚到底怎么死的 至今依然是个谜 值得一提的是 是吴佩孚死后 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 蒋介石亲自发来电报 表彰吴佩孚 金钟许果 大义秉辉 国民党行政 立法检查三院院长 及各部部长 也吹捧吴佩孚 治军严肃 持绩解约 北平的侵华日军 和汉奸政府要人 也吹捧吴佩孚 汪精卫也发来电报 华北汉奸政府 还下令各省市下半期治安 日本华北派遣军 最高指挥官多田 还亲自治地 吴佩孚死后 可谓空前如药 那么平书快餐 十大军阀演绎 吴佩孚这一章 我们用了九奖 把它说完了 吴佩孚的一生究竟如何 功于过 自有后人来评述 我们下一个人物 说的是山西军阀 延西山 欢迎大家收听 谢谢 来吧 给我们下一个人物 我们下一个人物 我一直听 都在不安 火灵队 但是 lui 问他今天快餐 就是 最后一生物 的是山西军队 是山西军队 感谢观看